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得不清不楚 大家都开始无限的上纲 扩大的一个解读 刚好这里面来讲话 在中美贸易战的扩大的过程之中 当然第一个受害国 是在中国大陆 第二个受害国 以台湾而言高阶制成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它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金元代工公司 但是谈到了这里来 当台积电它的股价 今天已经跌到了370几块钱 到底台积电的价值在哪里 法人的看法跟一般投资朋友 为什么你的看法的差距会这么的大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 会从陆股 美股 台股 来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就建议观众朋友 你要保留三层的现金在手上 三层的电子 三层的非电 一层的一个存股 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非常了解 当电子个股 它产生了不确定的因素 大部分市场的投资朋友而言 有七成的人 他是偏爱电子的 连鼠方我都是偏爱电子的 可是因为现在的电子 它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来自你的拜登 你的打法 你的中美贸易战里面 你的打法 你比川普还川普 也就是说在之前你的一个上任 你本来是中美 关税要重新的谈判 到后来川普宣布 他要竞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之后 你打的方式比川普 更川普的原因 是川普针对特定公司 你是针对制成来打 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的法人 或是全世界的一些的法人 在这个时间点 美元独抢 我就跟大家讲过说 年底之前你都别想台币会转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利差太大了 美国现在的利差 如果历经11月12月份 它可能以美国 10年公债殖利率来看 它已经到4个percent 现在美国 它的一个所谓的排价是多少 3.25个percent 就就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你现在台湾的排价是多少 1%多2% 对不对 1%多而已 你当然这个差距太大 你的资金上面而言 当然就会 就像你去银行里砖 他一定会跟你讲 你几些旧的美元 去存新的美元 你怎么样 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于什么 利息 它的一个差别 好 这样的一个差别的过程之中 我们来探讨的是 先把大盘的基本面 跟技术面上面讲完 我说在基本面而言 刚刚就谈到 是来自于中美贸易战 它的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因素到底影响是什么 因为它要画一个结构图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我们先把大盘来讲完 大盘你会觉得 鼠方说的是废话 它真的是一个废话 因为台北股市的KD指标 在低档的背离的顿化 它蓄积了非常久的一个人量 也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反弹 全世界都在反弹 但是台湾还是弱势的 大陆还是弱势的 但是你来看 在今天的大陆股市 我昨天是不是有提醒大家 大陆的股市 低一点已经落到了10年线 我以上海综合指数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类鼓 跟大家讲 以上海综合指数而言 你来看 它是不是落到了10年线 你落到了10年线的过程之中 10年线 这一条蓝色的线就是10年线 它不是说 没有比10年线更低 有 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说有 台湾也曾经有 有 但是长期上面而言 10年线之下 它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这不是只有台湾 全世界都是一样 所以你看大陆股市 爬到了10年线之后 今天来讲话 台湾股市 是不是又是亚洲跌幅之冠 连美国股市的反弹 台湾股市都没有份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所有的投资朋友的信心 被打击到了极致 极致化之后 它变成覆巢之下无完软 大家都选择到什么 都选择到最快的情况去做解读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我上个礼拜就提醒大家 你要留意的是什么 右下角的魅力 它是来自于它的CP值 被多杀多之后 来到股价的右下角 它的价值之所在 就是因为当你的指数在跌的时候 你很多在高档的个股 去做补跌 像今天大家都在探讨的台积电 但是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并不是台积电节最多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称在高档上面的台达电 今天盘中里面最高跌4%多 为什么 不跌 你要说台达电有什么利空吗 台积电你能讲得出来 请问你台达电讲得出来吗 你讲不出来吗 你甚至可以看到很多的龙头型的个股上面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说 这个大陆股市也一样 真正中美贸易战里面 最大的受伤国应该是中国大陆 可是因为它到了十年线的技术面 它当然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它不是不会到十年线 这边也是十年线之下 但是长期上面而言它会爬上去 这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陆比我们开始止跌的原因 好 我们台北股市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时间点先跌的先止跌 它来自于右下角的魅力 现在的台湾 它还没有掉底面端 叫需求端的上来 所以不会大涨的 美国也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要时间去做打大底 在这种过程中 你做短的人还是近代交叉向上 而且他从来没有摆脱空头的命运 站上五日均线三个营日日上 他从来没有 台北股市为什么这么的虚弱 第一个就是我在之前讲的 因为我们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之前 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影响台湾 在70年代 民国70年代的时候 是日本 日本采取的叫做加权指数的市场 很多国家是平均指数 加权指数的意思就是 我按照市值 帮你再加起一个全值 去计算你的指数 所以今天光是一个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几块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台积电在今天跌了16块 16块的过程之中 就代表它跌掉了多少 100多点 所以今天的190点 有很多是集中在台积电的身上 为什么台积电最近的利空上面来讲 这么的多 其实如果以371块钱来看台积电 它其实已经具备投资价值 可是站在法人的立场上面 它还是要卖它 因为台币是贬值的 要把你的台湾股市里面来讲 去赚你的选择权卖权 要赚期货的钱 基本上而言就是打压台积电 它手上部位是最高 因为台积电外资的持股比例占7成 所以它之前是借券放空了连电 它在最近里面就是借券回补连电 借券回补什么 面板 那就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在目前库存所谓的问题 现在大家在讲 整个成熟制程有所谓的转单 或是台积电会因此而受伤 它全部都是什么 因为拜登其实有一年的缓冲期 大家还记得吗 NVIDIA也好 台积电也好 其实都有一年的缓冲期 但是这一年的缓冲期 给大家无限无限多空 各自表述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川普 他是针对先进制程 或者是某些特殊公司 不准卖到中国大陆 那什么叫先进制程呢 先进制程我们一般而言 就是10奈米以下 譬如说7奈米到5奈米到3奈米 这是奈米 这叫先进制程 但是拜登他把这个数字拉到哪里 他拉到了17奈米以下 17奈米以下就是16奈米都算到什么 都算在你管制的范围内 那成熟制程我们一般来讲话 大家以前都会讲什么28奈米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里面 28奈米没有问题 所以明年里面中国大陆 大部分会有30座的成熟制程 晶圆代工公司里面的晶圆厂会完成 所以光是以成熟制程而言 会不会有转单效应 空过于求 我说30座 他会晶圆代工出来30座 所以连电产会从多少 大家知道连电最高多少 为什么我最近跟他讲 连电最高先跌的先止跌 我们来看 连电最高是从70几块钱 它先跌下来 因为成熟制程 一共未来会有多少座 50几座 从明年之后会出来 光是中国大陆就做30座 所以以成熟制程而言 根本不可能会有转单效应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它中间有无限想象的空间 这个中国大陆 28奈米它一定做得到 20奈米一定做得到 问题就是来自于 你在7奈米到16奈米的中间 这一段 那就不是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公司 它做得到的 可是连电 它不一定只会做28奈米 它有机会做到16奈米 它可以做到 10几奈米连电可以做到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拜登如果他只是说 你们以后 所有 只要是16奈米以下的 就是不能够用中国制造 你基本上而言就是要用台湾制造 或是非中国制造 那当然就会转单 这中间会转单 但是要记住 连电也没办法做到先进制程 这个当然可以转单 可是如果他只是在针对 他并不是针对中国制造 而是针对制程而言 那这样他不会有转单 这样听懂吗 也就是说现在里面来讲 你看今天报纸就这样子写 美国在查你IC的来源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IC在这个部分 你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的话 你这个最终的产品 IC只是很多产品其中的一环而已 你只要任何的产品 你的东西 金元是来自于中国 你可能就不能用的话 这个才会有转单 所以这个叫各自解读 你懂吗 就像你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所有的中国客户 全部加起来 他只有10个percent 占他营收的10个percent 所有 我说所有的客户加起来 好了 台积电在今年的EPS到底多少 大家很清楚 他到第三季你多少 台积电到第三季里面来讲话 你来看他的一个营收 在你再加10块钱 已经到26块多 所以他在今年里面来讲 台积电的EPS会有36 36元到39元之间 他扣掉的这一层的客户 全部都不卖给中国大陆 扣掉之后 是不是到32 到36左右 所以如果按照投资朋友 一般的一个算法上面而言 台积电现在的价格 370几 当然便宜 可是因为这中间 有无限想象的空间 我刚才讲的 这个中间无限想象的空间 变成台积电 你能够只算10个percent吗 你到底连电 有没有所谓的转单效益 这都没有答案 一年内都不会有答案 对不对 所以大家各自解读 所以如果说 我们以台积电目前的状况 10个percent 全部来自于中国的客户 全部都不要 他明年里面也有32到36 请问你370几贵不贵 当然是不贵的 所以说那就是一个CP值 你要回归到价值 可是如果你站在法人的立场 我说法人看的是什么 成长性 就他之前里面来讲 从来不跟你谈论到什么 从来不会跟你谈论到 整个一个所谓的EPS本益比 不然的话连电总会跌到35块 ABF总会跌到 蓝电不到200块 现在就会跟你讲本益比的问题了 你这样本益比的问题 那货柜个股为什么会跌到 连100块都不到 那就是因为他后面是衰退的 所以因为你 他明年估他只有32到36 今年是36到39 这是代表明年的上半年会衰退 产能利用率会衰退 这很正常 因为你不准中国大陆10个percent的客户里面来讲用 用台积电的东西 那你这样来看 你当然会觉得衰退 一路给他卖下去 可是你站在投资的一个角度 这就不一定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 你自要去留意的一个现象 我才会跟他讲说 股票永远是这个样子 你说像联电在当时候 他也从35块钱 拉到现在的40块 当时候为什么跌到35 一直跟你讲功过于求 他现在借券回补了 就会跟你讲的是什么 如果以后的IC晶圆制造 任何的产品都不能够来自中国 你就会有转单效应 所以我说这就是多空各自解读 问题是 你到底中国的晶圆代工公司 如果不是先进制成 不是16奈米以下 你中国大陆的产品 到底能不能卖 拜登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中 很多的一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的一个操作 一定是要什么 一定要是了解到 多撒多一定会有什么 超跌 就像你现在有什么信心 你现在任何信心都没有了 这个跌 那个跌 全部都跌 你看到指数在跌 你什么都很想卖股票 可是你回头去想想看 我们在最近跟大家讲的 光是一个四级钢 他如果不是在之前 这样子从130 跟你这样刷下来 到59块 他哪来的 我跟大家讲的这一段 当大盘破底 他不破底 他从50几块涨到今天 应该说60几块涨到今天 80块 所以我才会说右下角的魅力在这里 为什么四级钢法人最近在买 因为他今年里面 我当时就问他 他回到了长线上面的起涨区 我就跟大家讲 他回到长线上面的起涨区 周KD交叉向上 然后今年只赚4块钱 明年赚8块钱 这个我一想就知道法人一定说 成长性好得不得了一倍 他就选他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在介绍 上个礼拜在介绍 法人还没大买 60几块钱说 60几块70块还没大买 现在法人就开始大买 其实这就是逻辑 但是你要投资 我告诉你 空投市场上面的低点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法人在买的 法人一定是用追高的 因为他一定要买在成长 可是现在的一个股市上面而言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现在股票 到底的位阶在哪里 是在这里 是叫supply端 供给端的减少 就像你金元代工联电 你要有转端 转单对不对 那你一定要中国大陆的supply端 它减少 它不能够去供应 这个是供应端 它才有办法 因为现在顶面端都是没有的 所以台积电的衰退 就是衰退到明年的上半年 我已经跟他讲 除非台积电 它比明年的上半年还衰退 那才会比市场上面来的 更惨才会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在问大家一件事情 那请问你 那全世界都没有再跌 美国股市也在反弹 对不对 韩国股市难道没有先进去存吗 它没有三星吗 韩国股市也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到底美国股市在涨什么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美国股市到底在涨什么 等一下里面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进一段广告 就是告诉大家你要稳下来 你不稳下来的话 在当时候的四季缸 它跌到了五六十块 六七十块 你也不会去买的 你要稳下来 来看哪一些的个股 不再破底 supply端供给面已经去做减少 我们在之前都有提醒过大家 这样的话在多撒多的时候 你回归到个股的价值 那些的个股 就是第四季反攻的个股 到底在美国股市涨什么 我们台湾股市可不可以去做借记 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在之前就讲过 两只大象在打架 总是要吵死一些小蚂蚁 对不对 我们是小国 我们又不能够不尊重 欧美的国家的一些的决定 就像台积电说 去美国投资设厂必失败 我也觉得会失败 因为美国工资实在很贵 美国设厂的成本实在很贵 可是你能够不去涉吗 去涉了又变成你们外资这些 开始讲你这个涉产折旧率多少 你资本支出多少 都这样讲 没办法 我就跟他讲说 这就是法人跟一般投资朋友 你产生的差距在这里 可是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自己了解的 我给大家看 这是韩国股市 韩国难道没有三星吗 全世界新进制成里面 第二的就是三星 难道没有三星吗 他们也没破底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我给大家看 整个一个道琼 我说真正最强 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台湾 在最近里面 真的是富潮之下无完卵 很多股票都很难表现 但是升息的概念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实之所得的概念 其实在道琼 他就看得出来 道琼已经过了季线 这是纳斯达克在这里 这是费办在这里 看到没有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 传统非电的一个族群的道琼 他已经来到了季线 这就是很大的差别 然后我再帮大家统计 所有的美国的 不管是道琼 纳斯达克 或是各方面 统计前15名 我给大家看前5名 前5名有没有看到 前5名就两档 是升级个股 如果你统计到前15名 他有8档都是升级个股 如果你统计一个月 美国是最近才反弹 如果你统计这一个月 涨最多的是升级个股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美国的升级指数 美国升级指数 从6月份见低点之后 其实就没有再见低点 为的是什么 因为升级个股 其实跟景气循环 是没有关系的 升级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它有很多 我们说我们台湾的确 我不否认 有些升级个股 我在之前讲过 你不要因为你看空台股 你去买升级个股 尤其是新药个股 因为新药个股 你是算不出来的 但是有很多非新药个股 它这几年之中的获利 它是算出来的 你自己要去留意 美国股市是在涨什么 系统整合 生计医疗 教育事业 如果统计到前15名 还有一个 是航太 航空航太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自己留意 至于在台湾 因为我们说 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接受 台北股市的底部 它是需要一些的时间 需求端的部分 它真的是目前 还没有办法出来 如果以电子产业上面而言 供应端的部分 供应端已经开始库存 进入到健康 还没有需求端 进入到健康 一个就是面板 可是面板第三季 亏钱会比第二季亏更多 所以面板如果你要去选 你可以考虑驱动IC 因为驱动IC 虽然明年的获利 本益比今年衰退 但是本益比 以现在的股价来看 并不会太高 再过来 记忆体 它也开始库存调整到 非常的一个健康 面板 记忆体 这个部分都是 其他的一些的部分里面来讲 车用不用讲 车用根本没有调整库存 车用的部分里面 因为我们车用的部分里面来讲 有很多 它跟NV跟PC跟手机 都挂在一起 譬如说MOSFET 或是整流二极体 都是这样子 都是有挂在一起 或是PMIC叫电源管理器 又跟电子 又跟所谓的NV挂在一起 如果以这几个来比 PMIC整流二极体 MOSFET的部分 整流二极体的库存 它是调整到比较健康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做思考 其实现在 不管你讲成熟制程 或是你在讲ABF都是什么 都是在反映前三季的季报 反映比是比较低的 所以现在流行的 就是高CP值的选股 叫做低档优值 右下角的好股票 它比较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反攻 所以要跟着鼠方去选择 右下角的好股 在第四季反攻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选择高CP值 高值优的好股票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